以色列完成首次人工角膜移植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1月20日电 记者毛离 据当地媒体报道 以色列拉宾医学中心眼科主任 埃利特巴哈尔教授于本月初 为因病致盲者植入人工角膜后 帮助其恢复视觉 并可以重新阅读文字和辨识家庭成员 成为首次人工角膜移植 获得成功的病例 报道说 接受人工眼角膜者 未现年78岁居住在海法市的 贾马尔福尔奈 他因患上脑水肿和其他疾病 导致角膜受损 丧失势力达十年之久 成为法律定义上的盲人 人工角膜是以色列仿生 移植公司Pornit视觉研发的产品 其采用百分之百的合成 非降解多孔材料制成 可以代替受伤或变形的角膜 借助细胞技术和纳米级化学工程 模仿细胞环境 人造角膜在植入后 能与活组织整合 并刺激细胞增值 从而导致更多的融合 公司表示 植入物不会引起不利的免疫系统反应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角膜疾病是导致失明的第二大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约有200万人 患上角膜盲 以色列开创的人工角膜植入手术简单 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小时 Pornich视觉公司联合创始人 首席医疗官人工角膜发明者 吉拉德利特温博士表示 当见证Pornich人工角膜 在植入盲者眼镜 并在第二天让其恢复视力时 让人有超现实之感 公司首席执行官 兼研发副总裁阿尔默格阿利 拉兹在声明中说 拉兵医学中心获准的临床试验 将为10名患者进行人工角膜植入 此外 加拿大有两个地点计划 本月开始临床试验 在法国、美国和荷兰 有6个地点拟开展的 不同阶段的临床试验 也在批准程序中 阿利 拉兹补充说 首批临床试验 参与者包括不适合 进行正常角膜移植者 和正常角膜移植失败者 公司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 开始新研究 了解产品更广泛的适应性 对公司人工角膜 作为首要治疗手段 取代使用工体组织 进行全角膜移植进行认证 总编辑圈点 由角膜病引起的眼盲 其中80%都可以通过角膜移植 手术脱盲 然而 这一手术的工体来源有困难 手术成功率也较低 一直都是传统角膜移植的弊端 人工角膜的出现可以使角膜移植摆脱 这两个问题 研究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在尝试 人工角膜的试验 但此前材料一直达不到理想要求 也有并发症出现 在漫长的探索中 现在无论是制作工艺 手术过程和术后处理都有新的发展 可以说 这一技术开始真正为角膜盲患者带来光明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